下面的话我们用这个cookie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 就是我们在浏览器输入过的东西 然后我们回头的话 我们在我们这个首页把它写出来 就是你浏览过哪些页面 然后回头我们再返回到首页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浏览过哪些页面 或者是你浏览过的页面 你再重新打开我们这个浏览器 那我们这个浏览器还要保存你浏览过的信息 那行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做这么一个功能 浏览过去浏览的城市的功能 行 那我们首先运行这个项目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运行这里边是不是您浏览过的城市 是不是打印出这种东西 那我们想的是这样的 就是你下面还有个页面 还有个页面 比如叫旅游页面对吧 旅游页面 然后在这个旅游的话 那我们根据不同的船值 比如你这边船入北京 那我回头把北京保存起来 你船入上海 我是把上海保存起来 那保存起来以后 那你回头你再返回到首页的时候 或者你关闭浏览器 再返回到首页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浏览过哪些城市 就这么个功能 行 那我们看一下 那首先你要实践这功能 我想输入这么个东西 我是不是要获取这个city 那怎么获取呢 我们通过一个ver 一个city 等于iq.qeroy.city 那这样就获去了我们这个城市 获取城市以后 那你看一下 那你在这浏览 就是浏览页面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把你浏览的这个城市 给保存起来 那怎么保存呢 保存是不是就可以用我们这个cookie 因为我们这个http是无状态协议 你不同页面切换的时候 它不能给你传递信息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cookie 把我们的信息保存到浏览器 保存起来的话 那你各个页面 是不是都可以获取这个信息 就是这么个意思 行 那下面我们实际一下 用这个cookie的话 你首先第一步安装 第二步引入 第二步引入 引入以后 第三步我们需要配置中阶界 叫app 配置中阶界 那这里边写的还是有问题 第三步 叫配置中阶界 中阶界 叫app.useuse use我们这里边的cookie passer 行 第四步设置cookie 第五步 获取cookie 就这么简单 这时候是我们不加密的情况 这样去做 行 那我们设置一下 点柚子 柚子以后 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有括号 有括号 柚子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cookie 使用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在这 就你浏览过的页面 在这里浏览的时候 每浏览一次 我是不是把这个信息给你保存起来 那保存的话 那怎么保存呢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浏览的信息 保存到一个数组里边 不然他是不是一次把一次给替换掉了 那比如说我们先不保存到数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呢 我们设置cookie叫 r1s.coo k 然后这里边首先有个名字 比如说叫sitys 然后这里边你要保存信息 是我们这个c 然后后边有个过期时间 过期时间 你就写叫max max 比如说等于等于我们这个六十 六十乘以 一切 六十乘以一切 表示一分钟 一分钟再乘以上个十 表示十分钟 对吧 这就是他过期时间 那行 那这样就表示 设置 ok 设置 ok以后 那你在返回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获取这个 获取这个期间 获取的话 那我们怎么获取呢 我们是不是通过iq.coo k es cookies 是不是就获取我们这个信息了 那行 那这个简单的功能就实现 但这样实现的话 你一次是把一次给替换掉了 你仔细看啊 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那我们首先 你可以打印一下啊 走 打印 报错了 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 把这个 这个kukis 我们是不是kukis.cities 不是他 把我们这个对象转换不成 就是他没法把这个对象 转换这个字母串 就报错了 行 那我们重新再来一下 你看一下 重新来一下 你又来个城市 城市什么 undify的 为啥undify呢 因为这个值是不是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我们回头还得看一下 行 那我写不管他 不管他以后 你看一下 我在这里边写个 访问这个旅游 旅游 旅游的话 我来个 来个北京 对吧 北京 北京 然后走 回车 回车以后 那这时候 就是你浏览的城市 你浏览的城市 是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 是 加上我们这个city 就这里边给他返回信息 浏览城市是这个东西 那行 那你看一下 我们返回一下 等我重新一下也行 重新一下 你看我返回 刷一下 是变成北京了 浏览城市 那我这里边可以加杠 对吧 加杠 那你看一下 如果我们再重新浏览 我再重新一下 就是我刚才改代码了 我们再重新浏览 比如浏览 在水浏览水呢 我们再浏览 比如说叫旅游 旅游这里边有个 比如叫上海 上海 那你发现 这里边是不是 你浏览的城市是上海 那我们返回 那这里边返回 没刷新 需要刷新一下 那你浏览过的城市 是不是叫上海 那这样你发现 你浏览过的城市 是不是都 一个把一个替换掉了 那我们要让它替换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把你浏览过的 这个信息 要放到一个数组里边 所以我这里边就定义数组了 定义数组 那定义数组 你要注意 是我写的话 就是如果你这里边有值 你看我写个CITYS CITYS 等于我们这个值 等于它这个CITYS 那我得判断 如果Cookies有值 有值我们得干啥呢 有值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CITYS 放到这个CITYS里边 就CITYS CITYS.P-O-S-H PUSH 我们这个CITYS 这表示 当前的城市 就上面表示 当前城市 然后下面表示 表示我们这个 所有的城市的一个数组 就是数组 行 如果有值 我要PUSH ELSE没有值 没有值的话 那我这样写 CITYS 没值 没值 就有值的话 那我这样写 有值 那也不对 我们首先得获取它 获取它以后 那有值 我让CITYS.PUSH 或者是直接这样写就行 那没值的话 那怎么弄呢 我再让这个CITYS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数组 等于数组以后 我再让这个CITYS.PUSH 也要注意 这一步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这个CITYS 这里边是不是 Unify Unify的话 你没法直接PUSH 就是没有 没有值 没有 浏览 没有浏览过 任何 城市的话 没有浏览过任何城市的话 然后CITYS改变 改为数组 为啥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数组才能PUS数据 行 那最后的话 那到这 我要保存的时候 我把这个CITYS保存进来 那你看一下 能不能理解这个逻辑 就是首先是获取当期的时间 城市 获取当期的城市 然后这里边 我叫数组是获取 获取所有 所有的城市 那这里边判断 如果你这里边有值 有值我直接放进去 如果没值 没值 那是Unify Unify我要把这个CITYS 变成数组 再重新 重新把我们这个城市 放到我们的数组里边 放进去以后 我再重新保存 就这么个意思 行 那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来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当然我们首先还是把那个 把这里边的信息都删掉 我们先把这个信息都删掉 删掉以后 那你看一下 我刷一下 它应该是Unify的 对吧 Unify的 那这才是对的 因为你就没信息 没信息 那这里边 是不是就是Unify的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我这里边写个旅游 旅游这里边写个上海 上海 然后回车 回车 你浏览的城市上海 然后我返回 返回以后 我们刷一下 是不是上海出来了 那你再看 我们再浏览一个 比如说我们叫 叫什么呢 叫北京 又浏览了一个 对吧 然后回车 你浏览的城市北京 那北京的话 那我们再返回 这是我们浏览的页面 然后返回 我刷一下 你浏览的城市是上海 北京 是不是去揣拉 是不是去揣拉 这就是我们浏览的一个历史记录 去揣拉 你再看 我们再旅游 然后 比如说还有个 SZ对吧 SZ表示深圳 深圳 那你再返回一下 我们刷一下 是吧 深圳也出来了 那这是这样的话 你保存到cookie里边 你看一下 这时候的话 我们再重新关闭浏览器 再打开 你看一下 我关闭 关闭以后 我点 再重新打开 打开以后 你再看 我再刷一下 你发现 我们刚才浏览的信息 是不是还存在 这就是我们实现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 就是浏览过的 类似记录的一功能 利用我们这个cookie来实现的 当然的话 这里边我们这个程序 还稍微有点bug 比如说你再浏览一下 这个上海 对吧 再旅游一下 我们这个北京 又去北京旅游了一下 对吧 看一下 那这时候你发现 北京是不是又写入进去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注意 回头你在这里边写入的时候 这个回头自己做 就是写入数据的时候 要注意判断 对吧 写入 写入数据 要做判断 这时候我们是没有做的 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cookie的一个使用 当然这个程式的话 你可以把它就这样 保充也行 不加密也行 如果是一些敏感的信息 如果这个信息非常敏感 那你这时候 你就需要对我们这个cookie进行加密 那这里边 它也是给我们加密了吗 不是 它不是加密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里边的话 它这个汉字直接用这个 直接转换 它是这么做编码啊 是因为它汉字转换成编码了 这个不是加密啊 不是加密 如果用加密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上面讲这些东西啊 对我们这个信息进行加密啊 行 那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